各位全球企業勇士論壇的貴賓們,大家好,我是願景工程的記者周一敬 我是願景工程記者蘇彥成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今年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7的所在地,埃及夏姆希克 我們今年的峰會到底有什麼樣的主題呢? 今年的標語是Together for Implementation 也就是一個實踐的COP,所以要把過去的氣候承諾都讓人付諸行動 沒錯,所以今年有幾個關鍵議題 第一個就是氣候正義 也就是開發中國家要要求這些先進國家能夠提供一些幫助 第二個就是從去年討論到現在都很夯的,就是碳定價 最後呢其實有很多國家在這幾年都已經宣布要在2050年達成淨零排放 所以這些國家要怎麼減碳也是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今年台灣也有不少公民團體以及專家學者參與其中 讓我們來聽聽看他們對於COP27有什麼樣的期待 我們發現減碳呢不是只有買個體重劑,量量體重有多少 或是盤盤查就結束了 或是寫寫業績報告做做這種所謂的道德上的倉議而已 我們要做碳資產的管理 也就是說這個碳這件事情呢 如果你把它當成是一個空氣污染物的話 它就不會有市場機制在進行 所以對企業經營來說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把它變成所謂的這個 這個市場化碳定價的方式來治理 這個對企業未來的競爭力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不能光只靠收碳廢而已 這次在氣候調適裡面呢 很重要的就是世界氣象組織呢 它發佈了一個早期預警 那他們期待是2030年 沒有一個Zero Climate Disaster 就是沒有氣候的災害的傷亡數會產生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在台灣這方面 也可以主動貢獻 我們台灣的科技力其實在全世界 我覺得在整合力量是很不錯的 但是我們缺乏了市場 因為很多的國家其實是把減碳 當成是它一個國家的大轉型在中 轉得成功了 很多的工作機會就會出來 轉不成功恐怕以後呢 就會變成別人的能源的氣候的殖民地 所以很多的國家是努力在做這些事情的 在台灣調適就是防災 調適做得好是救我們自己 那減碳呢是幫全世界一起減是救地球 這次在來之前其實就看到 全世界在提它的國家的 制定的減碳貢獻 其實差這個目標還有非常大的距離 大概有差了六七倍需要努力 所以這一次呢 那麼就是很期待能夠看到 大家對於未來要達到這個巴黎協定的目標 在它的國家減碳目標 怎麼樣去做出更有雄心的 這樣的一個決議出來 大家必須要知道不是2050年的事情 是2025年2030年 就要面對一個很大的減碳 那這種雄心的減碳 它會從供應鏈裡面那麼來擴散 那所以對於我們國內的企業來講 那麼除了要自己積極的來定它的減碳目標 那麼來配合供應鏈的需求之外 那它也必須要有很多的一些策略跟做法 那就是包括一些新的科技 那循環經濟 這些呢都必須要在企業內部來落實 這次來那個COPUS7的時候 其實我很大的期待來自於是 其實是要看說到 那不只是在那個大會裡面的一些 比較細節的一些國際談判的部分 而是在這種全球的新的氣候行動上面的話 有一些等於說是四部門跟公民團體之間的一些連結來講 怎麼樣去寫出一些新的討論 聯合國的秘書長他在3月份成立了一個叫做 反票率的高階專家小組 他是針對所謂的就是城市啊還有企業啊 就是還有一些所謂的學校組織這樣子的 所謂的非政府的實體 他們所提出來的禁令承諾 要去定義系列的一些檢核標準 這個禮拜二的時候他們就公布了這個 所謂的他們的建議報告裡面 提出來一系列的要去審視說你的企業的承諾來講的話 怎麼樣才是真的符合我們的禁令的需求 我覺得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是台灣必須要趕快追上的 其實我們在禁令背後的話 它其實是以系列的包含就是 你接下來的那個你的五年之後 你要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在2030年2035年的時候 你的那個個別的檢核目叫什麼 以及是你在未來十年的資產配置這些部分 都是我們在國際上面 開始針對企業的時候 你要去有沒有落實ESG 你有沒有真的要邁向今年來講的話 會去檢視的項目 我們今年會跟一些亞洲青年氣候組織 一起辦理一些以氣候科幻為主題 發想的活動跟倡議 那我們希望藉由和我們彼此 比較文化比較相近的這些國家一起合作 像韓國、日本、新加坡等等的青年 我們有辦法可以在這個國際舞台上面 有更多發聲或是合作的空間跟機會 在跟其他主題交流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其實有些是有共通性的 那就發現其實日本他們的青年 也有直接跟政府單位有直接接洽 就是關於NDC國家資金貢獻的一些 政策上面的一些他們想法 那其實藉由這樣的交流機會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我們在台灣我們向政府去做倡議 或是我們跟大眾進行溝通 然後進而去讓政府的這個 比如說壓力可以去讓在我們在氣候政策上面 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今年我應該是比較想看 Climate Justice Pavilion的合作 那我還蠻期待這個場館 因為它畢竟是首度在COPE 有這個氣候正義、氣候公正相關的 那我也覺得就是關注世代正義 是一個在氣候變遷的議題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我們覺得這一點 本不是說有個示範 我們去做法庭兵架